今年韓國瑜 韓國瑜會掉得很慘的一個關鍵因素 當然是香港 香港帶來了臺灣很多人的危機感 這個危機感這種恐懼感 最後變成成了芒果乾變成亡國感 也就是說臺灣的恐懼 源自於哪裡 源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所有的臺灣對外爭議裡面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跟臺灣 跟中華民國之間 是有主權領土的問題 這是臺灣民一般民眾 的恐懼感的來源 韓國瑜要挑戰這個ABC嗎 說你要打破這種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基礎基礎 那還有一個臺灣的安全感一向 再來不管是馬英九總統 從李登輝就是從兩蔣 李登輝陳水扁 馬英九一直到到蔡英文總統 臺灣的安全感一向是建立在美國人的支持 大家講過很多次2011年 小英訪美那一次 他是被中美夾殺的 因為美方對他 這回答不滿意 他不認為他他當2011年的蔡英文 能夠有效處理 兩岸關係 或甚至是會講他 當年的美方認為 馬英九會處理得比蔡英文好 好 你的時間只剩下12週 你現在民調落後 你的絕對不投韓國瑜的郭蓋是57.4 你再訪美再出賊的話 那你還要在你的 你的支持度可能還要在收縮 可是韓國瑜現在這個不肯去訪美的話 很多人也會覺得說你不敢去 你沒有準備好 可是你情中 你不敢接受美國的問題 可是總比再丟臉要好 也就是說這是個無奈的選擇 也就是說 我不訪美 我當然會失分 可是那個失分可能沒有被訪美之後被打臉來的嚴重 也就是說這已經是不得已的 跑兩男喔 這已經是沒辦法這種辦法 第一個他需要他缺時間 他台灣還沒跑完 他很多地方連去都沒去過 然後你要選總統 也就是說為什麼會落到這個地步 我那麼講 從7月15號到現在 接近不到100天大概九十幾天 如果韓國瑜在過去的那九十幾天 你已經把時間花在 因為他他就算 假日啊週休二日都要跑地方了 是啊 也跑過也跑過十幾次了啦 可以有二十幾天可以用 一個縣市給一天 一個縣市給一天 你二十二縣市已經跑完一圈了啦 可是你過去你把九十幾天的時間都浪費掉 你真是浪費掉 因為說你很多地方沒跑嘛 然後你再加上 你再加上你的民調 然後如果你再去美國 然後再被再被再被打臉 所以我的看法 我的跟判斷是不訪美 蘇琪認為不要訪美 就是避免再失分 但是避免再失分 能贏嗎 就回到剛剛他 他最最原始的一個基礎問題 就這樣選舉會在 親中親美裡面做選擇 會在所謂的危機感恐懼 就是恐懼感跟安全感裡面做選擇 你不訪美 加上過去 對香港的一連串 一連串的問題上面講 韓國瑜就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他沒辦法給一般老百姓足夠的安全感 那相對來講 蔡英文在提供安全感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就會相對比他強 所以這場選舉 因為你在倒數計時的階段剩下十二週 韓國瑜到目前為止 只能做的事情就是盡量去做PK 然後話呢 一定會越講越重 越來越閒 只有蔡英文願意走上擂台跟他對打 他才有機會把民調拉起來 如果蔡英文就去對他忍處理的話 或者他不能抓到民進黨 或蔡英文總統的痛腳的話 就沒有抓到那個真正 他必須要回答的議題的話 這種忍處理 他真的會蠻麻煩的